警方也担心说青少年在暑假期间会有飙车的行轨 所以联合环保局还有经理赠等单位 启动了联合机查的请勿 取缔道路竞速还有车辆改装违规的行轨 来建构安全的行车环境 机车经过改装上路 制造噪音立即被警方拦查取缔 暑假到了青少年夜晚 集结驾车游荡 警方联合环保局与监理站单位 启动联合机查请勿 取缔禁速机车改装 无照驾驶等违规驾车行为 建构安全行车环境 上警察局规划五个分局 还有直属队的警力 深夜执行全国防治危险驾车专案请勿 针对驾驶人有禁速蛇行 或者是恶意逼车等危险驾车的行为 另外就是针对驾驶人有无照驾驶 违规改装契机车排气管等 加强蓝查取缔 同时我们结合环保局 监理站共同派员实施 联合机查勤务 对于专业改装取缔的认定 踩现场蓝查马上举发 以展现取缔步伐的决心 警方表示两个月暑假期间 会不定时规划机查勤务 遏止道路违规情势 一旦新闻记者黄竹汉从报道